勞基法修正草案上週送出未還委員會 可是包括砍七天國定假日 週休二日等的爭議條文都送朝野協商 立院衛生環境委員會21號出審明年度勞動部預算 可是在野黨立委仍舊對一例一休的政院版提出質疑 堅持週休二例的國民黨立委持續痛斥 勞動部為何沒有提出特休假的版本 蔡總統一直跟你講說 勞工是心裡他最柔軟的那一塊 不曉得是肉還是柿子 可是你就是不體察商議不會給他一個版本 我說體制上我們必須要經過院會才能叫一個版本 在野黨立委也認為現在的勞檢人力不足 未來如何做好保障勞工權益的工作 勞檢這件事情看起來是勞動部現在的萬靈單 就是可能下個年度我們施行新的政策之後 這勞檢會做得非常好 所以你們目標是要爭取多少元額 增加到一千名的話 現在大概有兩百多個差的元額 對於各界持續懷疑一利一休不利勞工權益 國防禦還是強調 修法對勞工有利將公時雙週84小時 變為單週40小時 同時落實週二日 縮檢工時上有好處是一個進步的立法 記者綜合報導 然後拜託 臮場 令民善 設計